谁是敌人 我 智盛从小立志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 他对爸爸说 我要去办师学艺 学做生意 爸爸听了十分开心 并鼓励他说 只要你找到最强大的敌人 然后战胜他 你就立定成功 我一定要成功 后来智盛学会了做木工 缝制衣服 和打铁 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店 第一天 一位老婆见到他店里 有一把歪的椅子 便对他说 这把椅子一边高一边低 如果人坐过上去 恐怕会跌倒的 师生认为老婆看到了自己 没看到的 可能是自己最强大的敌人 便把他赶走了 第二天 一位阿姨来买衣服 他挑了一条粉红色的裙子后 一脸可惜的对智盛说 如果这条裙子上缝些小花儿会更漂亮 你能为我缝上吗 智盛问为阿姨想到了自己 没想到的 可能是自己最强的敌人 就也把他赶走了 你中海 第三天 一位卖猪肉的叔叔 对智盛说 老板 我昨天买的这把刀 切不了肉 话还没说完 智盛就已经认定 这位叔叔 是自己最强大的敌人 怒气匆匆的 把他赶走了 你中海 很快的 小智盛的居民都知道智盛不爱听取意见 所以都不再关顾他的店了 结果智盛的生意越来越差 最后失败了 智盛随头丧气的回到家 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 他失望的说 爸爸 我找到了几个您说的最强大的敌人 还把他们都赶走了 可我怎么还不成功呢 爸爸听了 摇了摇头说道 孩子啊 你最强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啊 智盛听了后 终于明白 骄傲的态度 才是自己的敌人 他决定重新出发 打倒骄傲的自己